反贪会再有动作 人称龙女后的亲国盟网红沙鲁爱玛 尽早被反贪会官员带走到部城总部问话 不过代表律师透露 反贪会没有说明任何理由或协助调查什么案件 莫名其妙就把他的当事人给带走了 反贪会首席专员丹斯里阿传巴基早前声称 只是传召沙鲁爱玛问话 协助调查反贪会法令第16 收贿条文下的一宗案件 不过律师纳比拉反驳荒谬 律师指出 有5名反贪会官员今早9点左右 抵达沙鲁爱玛位于旧巴生路的住家 不由分说就把人给押走 那根本是逮捕不是传召 当局甚至不允许他和当事人见面 不过反贪会首席专员丹斯里阿传巴基澄清 沙鲁爱玛并没有被逮捕 只是受传召路口供驻查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